大家好,歡迎來到《講經老》這個頻道 成立這個頻道的目的,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波經》和《馬經》 如果你覺得我們的內容幫到手,又或者喜歡賽馬,喜歡看球的朋友 記得按訂閱我們這個頻道,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就確保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資訊,多謝大家 在這裡祝各位讀者新年快樂 接下來是好運1月1日的賽事 跑星期六 現在想跟大家聊聊,就是第三場的賽事 三場是跑4200米 從B加2跑到,開跑時間是1點半 那是跑11場,各位要留意 1號馬加運發,希斯馬防漾明論期 133磅,這隻馬已經入面一隻橋 那我覺得這些馬一定留不住 那這次又抽了一檔 那他可以捱前一點走 那如其這場步速不快,其實很適合他發揮 那他可以選拖慢一點的步速 然後等在自己前面走,威力是十分之大的 那我覺得這些馬呢,都是我今場的首選多了 因為,看這隻馬都...雖然你說四歲馬 但是那種水準已經達到競賽程度了 那要想的是,上到三班中榜 會不會難發揮一點 那千二馬上場贏的是跑谷左千 那你初跑田草 千二都已經可以等前進到Q 那這些馬都是十分之厲害的 那...所以這些馬你都要繼續兼顧著他 2號馬天行健 文加蘭馬防霸到期三檔 133磅 那天行健呢 在三班都叫做跑過一次Q 跑千四 我覺得這隻馬呢,跑千四呢 會不會比跑千二呢 千二會不會略嫌短一點點呢 這隻馬看上去就沒有那麼差的 那減少一點分落到來 那我覺得也有些機會在這裡 但我覺得這隻馬跑千四呢 會適合他腳程追一點 千二就怕他補速不快呢 追不及了 那所以只有這一點要留意住 那如果不是的話 那也沒什麼大問題的 那這次叫做抽了三檔 那... 其實這隻馬呢 你見到他抽到七倍外的 那三檔會不會塞在裡面打困籠呢 那都是要考慮的問題 但我覺得這些四重彩 你可以多一票 但我自己覺得跑千四會比跑千二 3號馬轉飛龍 用天盤馬防霸加進期十一檔 那...130磅 那這隻呢 我都覺得是跑千四會不會比千二呢 那...你看回他這次 其實他連回都撲近的這隻馬 三班又近 四班又近 那就是... 叫做入不到位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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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要留住個好位 跟你衝一段的馬來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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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看回呢 其實他威力最好的呢 就是... 你看他以前呢 贏的那些階段呢 他是怎樣跑呢 他等前跑的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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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年紀大了 開始前觸差呢 其實都六歲馬 那他又留到最後才跟你衝 那... 如果他跟前手的好位 他也是捱的 那... 那... 那是不是真的三班對他影響 那... 那... 那這些馬落到四班 是不是應該有東西看呢 但是... 遇著這組都不算太弱的情況下 那... 那... 3-3-4-4的馬 他抽到11檔 預期他都一定是留後的 那麼多快馬在 都不少快馬在 那麼他留後跑 你最多都是駁他追近跑過第四 四號馬特勝 蘇維爾馬放來海榮騎7檔 129磅 這個特勝 一直看下去 表現都很差 你看他跑極 三班 全部雙位數字 你落回四班 第一場跑谷操 都是沒什麼給你看到的 那麼這隻馬呢 過往呢 跑 就是沙田千怡 是贏到入Q 那種來的 那麼上季就轉去跑谷操了 650 贏過了 那麼 連回上名 要不就 跑過第三 那麼 那麼這些馬 千二千六都到達遇著 這一組這麼強的呢 都不夠強 不差的情況下 這些夠不夠爭呢 我真的有些保留 但是過往這隻馬呢 它是三四班升降機來的 四班呢 就指定是 有得贏 然後就升上三班 然後 就表現一般的 又落回四班跑 那麼 第二場四班 那這些馬 跑開沙田千怡擁的 是不是要給他一個機會呢 那麼 我覺得這些都是四重賽 拖著算 連贏位我就覺得 就是難搏到一點 形勢上 是 因為這次七檔 那麼 大致上怎麼跑呢 流後衝 但是捕捉不算特別快 那麼 都難猜 那四重賽 兼顧 那麼 現在 一二三四 你都要看著了 四重賽 看上去 那麼 我買了Eason 羅虎全馬 放布拉拉奇四檔 127磅 那麼Eason呢 初出田草千怡 等著 跟前走入Q的 那麼 那這隻馬 預期金場呢 都是拍著這隻交運法一起放 那麼希望不要放太快 兩隻消四 那麼 一隻一檔一隻四檔 那麼 預料這隻交運法都會比較主動一些 那麼 那這隻Eason如果太熱 我就不建議大家捧了 因為 始終都加了一些分 就是 雖然說兩分 那麼 那麼 上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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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今次就是1271磅 但是 這次的形勢有點不同 因為有人跟他一起放頭 那麼我覺得 如果太熱 我就覺得 不值得捧 那麼 對 那麼 這些都是四重賽腳 連贏位的話 我就 預期偏熱一點 我就沒有叫到他了 6號馬正本 紅心 五檔的B15磅 那麼 那麼 那 如果這隻 這隻 正本 紅心呢 都比阿薛一 沒得點快 都真的很佩服 坦白說 這些馬 又是要留後 跟你追一段的馬 那麼 今場捕捉不快 我覺得是難追的 但是 狀態有在的 那麼 今場要做初出 跑過兩次重發閘 都表現都叫上好的 那麼 沒什麼特別 但是狀態有在的 那麼 那麼 後追馬 我想不到哪隻 我覺得這些 如果有賠率的話 你都可以拖回他一票 但是就怕他在來蘭打群龍 五檔 因為 怕捕捉不快 塞住了馬群 難跑一點 那麼 只有這個隱憂 那隻 7號馬安道 那麼 蔡漢馬防 那麼 這隻安道 sorry 還沒說完 蔡漢馬防 那麼 賀明年期十檔 115磅 那麼安道試了 都六貨集這樣 都表現都幾差 就是 你看他試最近那貨 莫萊拉士 12、17號 那隻馬 那隻馬 這些完全是未達到競賽水準 出來跑的那些馬 然後看他之前重化88的貨 那麼 出閘慢 推騎之後又沒有什麼反應 那麼 有貨叫好一點跑第三 那六隻馬 那麼 輕輕比下去 都上了一點力 但是另外那兩場集 真的差得離譜 那麼 這些馬 莫萊拉士緣都沒有要到 那麼 9月期 依神 那麼一定是依神 其實其二是這隻安道 就是看來的水準都還沒有好得 所以這場都未兼顧到他 八號馬超級黃豐 一位大馬防周晉樂 其實是13到125磅 那麼這隻 唯獨是要批評的是 那個檔位差一點 嗯 但是他都是要追的馬 他差都不要 就是 那個檔位都不要說 多差 但是 差了他留在邊角裡跑 那麼 12月17號蝕恩 虧了貨千二跑馬 那貨呢 那貨呢 那麼 那 蛤 歪什麼 騎下去了 但是都沒有什麼反應 那 都是逼得逼得跑到第六 蟲化呢 就試了貨了 那麼 起步不快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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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你再看回它在早的兩貨呢 那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事可以講到 那這隻馬 本身都叫做 那麼 那你這次出來要追三歲馬 那我覺得真是邊線 都沒有邊線都真的很難 那 9號馬智勇財星,葉採號馬房蔡明雪奇2,當1.25磅 這個智勇財星試了好幾個集,都沒什麼看過 跑馬地1200貨,他就跑過第9回來的 同組有個安道,對啦,路按著回來,但都沒什麼讓你看到 看回先馳的兩貨重化,11月29,跑第5的 我都不見得有什麼特別,中段是有一點好處的 但是300米騎上去都是一般的,11月15,跑第2的 沿路走,最後也保留著第2的,但同組有些側身的馬 我都沒什麼參考價值,這個智勇財星就算是二檔 我都不見得他放到出來的前面兩隻快馬15,都已經試過有東西 雖然大家都叫做側身的馬,是說這個智勇財星4歲 但我都不見得有什麼特別的優點選擇他 那如果這些十多倍開外的,你就四重彩,拖回一票 10號馬一樣滿意,呂健威馬防波這件事,其實12檔1B15 那一樣滿意,上場就出來跑谷草千年,表現差一點,難以接受一點 那跟那隻佳運法是同副系的 那理論上應該都不是那麼差,當然都要看一下隧道復不復 那上場跑過第九,就真的表現差一點,不過樓後追的馬沒得說 谷草的場其實都很難追的,那天跑那一組 你看回他那組,沿途是什麼呢?四條煙,星洲進馬,上轎 就是等前走沒有散到的馬,跑第四,大家開心都是跟前一點走的馬 那那組是難追的,那轉回來沙田,我覺得這些都要給他一些機會 甚至我覺得這些可以冷冷地,撐一撐他一注,12檔都 我覺得這些馬不是那麼差,要追的,我覺得給他一個機會試一試 十一號馬,喜悅精靈,賀爾馬防,放人星期六檔,112磅 那這隻喜悅精靈,都預期他會跟前一點走 我覺得都是一些有參試的馬,沙田千二追上來都有的 那這次抽到一個好一點的檔位,是否可以跟前一點,不用留到金後追呢? 那我覺得這些馬都還有機會在,所以我覺得這些連贏位要預他 四重賽都要拖他一票 十二號馬,精靈用盡,用賀蘭馬防,本名輝9檔,121磅 那這隻馬上騎上去好像有點腳影 即是叫做跟前守的位置,但他沒有退,那退了一點點 叫做拉近一點,就可以跑得近一點 那這隻馬我覺得都隨時來的,不過是相差幾時的問題 那千二不知道會不會嚴短,我覺得可能他跑長一點會更加好 那暫時還是跑回千二,我都沒猜到部署是怎樣 那這些是要追一段的馬來的,那四重賽拖著 那增情這隻馬就要繼續留意一下 十三號馬,奧華威威,隨意石馬,防毛顯東騎,14檔,120磅 那這隻奧華威威,即是在四班騎了都好幾次,表現都還是很失望 那這些我建議下班才再想 上個季尾跑長谷草又叫做撲近一點,但是 今次轉來沙田龍,我覺得對手多了又難了 還有這些馬都不容易發揮的,那我自己覺得這些馬長一點會好一點 那千二米我覺得不太適合他的屠程,而且他那個 末段比較均速一點,那要追的馬真的懶 十四號馬,奧華威,古東騎馬防田黨騎,8檔,85磅 那這隻呢,即是跑谷草的,跑沙田 那他上櫃都是這樣的,可能這些都是減分的部署 那我覺得四班都是差兩分而已,不如減下去五班才再想吧 那我覺得這隻馬都減分補處居多,所以這場我暫時沒有考慮到他 那這場馬減馬範圍,四重裁,一號馬加韌法,二號馬天能見,三號馬轉飛龍 五號馬伊神,六號馬正款洪森,九號馬智勇財星,十號馬一樣滿意,十號馬氣血精靈,十二號馬精明不準 那這個是我四重裁提供 那至於排序版,那我不再逐一隻再說 那我就選了一號馬的街運法行頭,之後要了十號馬的一樣滿意 十一號馬的喜悅精靈,五號馬的伊神,還有二號馬的天行見 那這場馬提供就是一十十一,一十十一,一十十一,一十十一 一十十一其實都,其實我也想試試這隻九號智勇財星 雖然剛剛講得差一點,但是,對,這場馬提供算了 我再排序多一次,要一十十一二,一十十一二 那麽就包括一隻伊神都,其實都真的因為嫌距會過熱,我才沒有放得這麼切 都是沒有,我這場馬提供是一十十一五二,對,一十十一五二,這樣提供會比較安全 因為其實我覺得伊神在三甲都很穩的,但唯獨射機太熱,那這些兩倍幾真的不值買的,坦白說 那我寧願購買,一膽拖,可能十十一這樣,一十十一五二,這場馬提供,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這條影片的內容的話,可以按一按訂閱這個鈴鐺 然後可以開啟旁邊的小鈴鐺,這樣你就可以最快最新的收到我們的資訊 如果你有甚麼想和我們交流的話,儘管在下面留言,我們見到就會立即回覆你了,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